看一下,我今天做的红糖吃吧,又软又香,很好吃 200克的糯米粉,加160克的清水,边刀边搅 搅成这种絮状,然后下手揉面 糯米粉是很好揉成团的,而且也不会那么粘手 揉成这种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,像这样 再来准备两大勺的红糖,加清水,把红糖给化开 平底锅稍微多刷一点油,把面团给放进来 按扁,用铲子轻拍,边拍边转 像这样把面团拍成面饼,拍满整个锅底 全程小火慢煎,时不时给它翻一面 两面换着煎,把饼给转动一下,瘦热更加的均匀 煎到饼鼓起,像这种状态 像这样就熟了,撒一点白糖,两面焦焦的也很好吃 加上化好的红糖水,把锅子给晃动一下 让池巴把红糖水完全吸收 这样做好的红糖池巴就非常的软,非常的糯 吃起来糯鸡鸡的,又香又黏,还有红糖的香味 当做早餐也非常的不错 做法真的很简单,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拜拜